在娱乐圈中 无论是男星还是女星 纹身对他们而言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他们有的自己设计纹身 有的喜欢在私处纹身 但大多数男星都爱在手臂上纹身 那么男神手臂上的纹身你都见过了吗 吴亦凡手臂上的纹身是属于比较抽象的蝎子图案 在非洲的一些部落里 蝎子的含义是护身符和避邪物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在身上纹蝎子 吴亦凡大概也是如此吧 邓超手臂上的纹身是字幕SL 也就是孙丽的简称 能把老婆的名字纹在身上 证明邓超对孙丽绝对是真爱 同时这一举动也让人觉得邓超十分暖心 于文乐对纹身的热爱程度近乎痴狂 身上的纹身大大小小加起来就有八处 而在左手臂上的肖像纹身其实是他的亲人 这两位亲人分别是阿姨和外婆 能够把最精的人纹在身上 这样的举动虽然惊悚 但却又很温馨 谢霆锋手臂的纹身看似酷炫 实则是画上去的 据说在拍摄密战的时候 谢霆锋每天要花三小时来画纹身 而且在拍摄期间要不停补妆 要问为什么不直接纹身 除了个人原因 谢霆锋说 每天纹身的三小时 能够让他沉淀 也能有更充分的时间来思考 如何更完美的诠释所演的角色 路易左肩上的金龙盘玉兔是有含义的 因为他属龙 暴雷属兔 金龙盘玉兔的含义 也就是要牢牢抱住暴雷 这样充满爱意的纹身 让小表妹瞬间鹿转粉 这左肩上的纹身龙头 蔓延到左胸前 让路易看上去很有男人味 无尊手臂上的纹身 分别是锁头和刀叉在心上 小表妹网罗了一下 无尊这些纹身 都是在澳洲读书的时候闻的 至于含义就不大清楚了 也许是年少轻狂时 觉得这样特别酷吧 正中肌身上共有六处纹身 代表着自己拥有过六段情 这样特殊的纪念方式 让人觉得是个好男人 能够用纹身来纪念 和他在一起过的每个女人 即便是分手 前女友也对他没有怨言 至于手臂上的纹身 是纪念哪段爱情 那就不得而知了 陈伟霆从小热爱跳舞 还曾经因为练舞过度 练到尾椎骨软骨磨损 神经外露 后来靠物理治疗和哥哥 抢逼运动才得以康复 而他手臂内侧的纹身 是字母Dance 以此来表达他对舞蹈的热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